大家好,歡迎來到Apple Fans,我是威力 Apple從去年9月推出的iPhone 8開始就加入了無線充電的功能 並且發表了看起來超強,可以同時充三個裝置的AirPower And here it is It's a map that you place your iPhone 8 or iPhone 10 down And it just starts to charge And there's a beautiful new interface It doesn't stop there, you can place your Series 3 Apple Watch down on it And it starts to charge as well And you can place your AirPods with the optional new wireless charging case on it And it starts to charge as well They all charge 一年多過去了,AirPower不只完全沒有消息 連Apple官網上都已經找不到任何相關AirPower的資訊 相信很多人都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對吧?我也是 今天,威力就是要介紹給大家一款 前幾天才在Apple Store上架的產品 羅技Power的無線充電立架 羅技這款Power的無線充電立架呢 支援最高到7.5W 這個7.5W就是iPhone目前的極限啦 市面上很多號稱10W、15W的 拿來充Android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不管再怎麼高 iPhone放上去還是只有7.5W而已 這是Apple的限制,沒辦法 可能是為了避免充電的時候裝置過熱吧 所以買無線充電器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不要再被15W、10W、15W所騙囉 Power的無線充電立架有附一組專用的電源供應器 還有兩個長得很像的 基本上一模一樣的插頭 一個插頭在街頭的前方有動 另一個是沒有動的 有動的是1829型 專門給台灣使用者使用 沒有動的是1835型 是給中國大陸使用者使用 在台灣其實兩個都可以用 沒有什麼差別 只是這個有動的插頭 插進插座以後會有那種卡住的感覺 比較不容易被拔出來 相對會安全一些 而這個電源供應器呢 是從100V支援到240V 所以只要插頭 你的插頭是對的 拿到世界各地都是可以使用的喔 羅技Power的無線充電立架的表面 80%都是軟橡膠 摸起來挺舒服的 就算是底座的部分也一樣是軟橡膠 就背面的部分 才是那種一般的硬硬的塑膠 只不過不曉得這種軟橡膠材質 用久了會不會變得那種有點綿綿的 如果會的話那實在是有點麻煩 威力為什麼會喜歡這款無線充電器呢 其實是因為它有不少巧思 像這個U型的底座 除了造型好看以外 你把這個iPhone放上去充電的時候 完全不用想太多 只要放進這個U型的範圍裡面 都一定會充得到電 而且這個iPhone有電話進來的時候 也不會因為震動的關係而滑動掉下來 因為這旁邊U型有把你卡住 那這個U型的上方也有一個溝槽 手機直接橫著放上去 一樣可以充電 就表示你可以一邊追距一邊充電 非常方便 Power的正上方還有一個充電指示燈 只要手機放上去開始充電就會亮 指示燈的燈光並不會太明亮 所以就算放床頭也不會打擾睡眠 還有Power的這個造型 乍看之下你以為這個是可以調整角度的對吧 其實不行 這個角度是固定的維持在65度 為什麼是65度呢 這個是有學問的喔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用無線充電盤幫iPhone充電的話 都是平擺在桌上的 那每次訊息一來的時候你就得拿起來看對吧 是不是很麻煩 這個Power的把這個角度維持在65度 這個65度呢 是最適合Face ID解鎖的角度 所以只要訊息一來螢幕亮了 眼睛瞄一下你就會自動幫你解鎖 不用動手就可以看到通知的訊息 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有用過桌上那種無線充電盤的朋友 一定知道威力在說什麼 現階段啊 Apple擺明就是要讓iPhone無線充電器 只能支援到7.5瓦 在所有產品都一樣的情況下 選擇無線充電器就是要看造型跟功能了 Power的這款造型好看 純白色的簡單大方 U型的下巴還可以防止掉落 還可以讓你的iPhone橫著追距充電一起來 還有這個65度的角度 讓你瞄一眼不用動手就可以解鎖看通知 當然最重要的是智慧溫度感應器 如果iPhone在充電的時候溫度升太高的話 就會自動開啟冷卻系統 來避免讓你的手機過熱 幫你保護你的iPhone電池 想的非常的周到 有這麼多的優點總是有缺點吧 沒錯 羅技Power的無線充電力價唯一的缺點 我覺得唯一的缺點 那就是太貴了 要價新台幣2290元 這個價格2290元 都可以買三個便宜的無線充電器 但如果你跟威力一樣 你在意的是造型跟功能 那就可以考慮羅技這款 Power的無線充電力價 但如果你是在意CP值的朋友 那就不要考慮了 直接上淘寶買便宜一點就好了 這款價格實在有點太高了 這就是本次羅技Power的無線充電力價的介紹 更詳細的內容請回到Applefence官網 有更多精美的圖文喔 另外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下喜歡 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更別忘了點擊下方的通知鈴鐺按鈕 來取得第一時間的更新 這裡是Applefence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